这是一张父亲奋力托举孩子的照片 绝境中的父亲 眼中满是悲气 摄影师詹姆斯 因为这张照片获得了人道主义奖 今天是他的高光时刻 詹姆斯忙着给粉丝们签名 妻子打了个电话 给独自在家的儿子 定住他一个人要注意安全 挂完电话 妻子订了一家很不错的餐厅 虽说拿了奖 可詹姆斯却一直闷闷不乐 就在此时 一个神秘人突然走过来 给父亲俩拍了张照 詹姆斯接过照片 定静一看 这照片里的距离似乎不太一样 刚刚摄影师明明离他们很近 怎么拍出来的似乎是远景 抱着强烈的好奇心 夫妻俩来到了照片中摄影师的位置 在一旁的架子上 发现了第二张照片 照片中正是他们此刻所在的位置 摆着一模一样的姿势 妻子不以为意 这不是什么街头魔术吧 就好像大魔术师克里斯安吉尔那种恶作剧 说不定还有隐藏的摄像头什么的 詹姆斯抬头一看 路标上写着圣米格尔街 一些不堪的回忆突然涌上心头 路标下面同样放着一张照片 上面写着救我 妻子仍然觉得 这只是恶作剧罢了 说吧脱下鞋子 在路边摆了个造型 哪知詹姆斯翻过照片 里面的造型 竟与此刻的妻子分毫不差 詹姆斯的内心瑟瑟发抖 他撇了一眼不远处的墓地 似乎就是照片里的拍摄角度 墓碑摘抄着圣经就约中的一小段 我听见乌来河两岸中有人声呼唤 这段话 将他的思绪带到了几年前 那张获奖照片的由来 詹姆斯将妻子坦白 那一年圣米格尔丛林中发生了战乱 军阀对着手无寸铁的百姓们 无差别开枪 詹姆斯身为战地记者 他一边躲避子弹 一边疯狂地按下快门 记录下了这惨烈的一幕 人群中 詹姆斯瞧见了一位受伤的父亲 被困在了湍急的水流中 这位悲情的父亲 拼命托举年幼的儿子 他向着詹姆斯招手 请求他救救孩子 可前方是枪林弹雨 詹姆斯犹豫再三还是胆怯了 他犹豫着按下了快门 记录下了这对父子生前的最后一幕 他们的生命成就了詹姆斯的事业 自那之后 詹姆斯也不能寐 他本可以救下父子俩的 今天的种种绝非巧合 他更愿意相信是王林们的报复 妻子在墓碑旁 发现了第四张照片 照片上的竟是他们俩的儿子迈克斯 夫妻俩吓坏了 当即驱车往家里赶去 望着照片 儿子感觉莫名其妙 难道这屋子里还藏着其他人 突然间 整个房子开始天崩地裂 那一张张悲惨的照片 纷纷爆裂开来 仿佛控诉着詹姆斯的见死不救 紧接着 身后的相机突然自己运作了起来 给惊慌失措的一家三口 拍了一张照片 詹姆斯正想接过照片 抬头就瞧见儿子 居然淹死在了泳池里 他跟疯了一般跳进了泳池 可儿子却突然消失了 到处都找不到他的身影 恍惚间 他听见儿子正在岸上 叫着他的名字 他的大脑嗡嗡作响 寻着呼唤往岸边游去 不想儿子的身影 竟变成了照片中的父亲 他口吐鲜血 笑得无比圣人 愤怒的詹姆斯 将他一把拉入水中 拼命把他往水里按 我管你什么恶悔 敢殃及我的家人都得死 女子同时 屋里的妻子捡起了照片 他冲进了泳池 拼命大叫着让丈夫停手 詹姆斯在妻子的哭泣一声中 渐渐寻回了理智 顶尽一看 水下的恶鬼 竟变成了昏迷中的儿子 他无助地抱着 已经失去生命体征的孩子 相机突然启动 拍下了这一幕 无法复刻的经典 这是一幅来自冤魂的作品 第一个故事影响了1993年 摄影师凯文卡特的作品 饥饿的苏丹 当时凯文卡特 静静地守在远处 等待了整整20分钟 终于拍下了这张 震惊全世界的悲惨照片 随后他赶走了那只秃鹰 看着饥饿的小女孩 步履蹒跚地离去 这张照片 让他获得了普利策奖 也在全国人民中 激起了强烈反响 大家纷纷谴责他见死不救 可实际上 小女孩的手上 带着联合国救助的手环 附近还有大量 分发粮食的联合国官员 这一切都表明了 女孩最后是得到了救助的 最终 凯文在一片片口诛笔伐中 患上了抑郁症 并在获奖后不久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下面开始我们的第二个故事 与卡山德拉共处20分钟 罗娜是个孤独的女人 这天她下班回家 好不容易坐下休息片刻 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 门外一个打扮朋克 酷似科伊米的女孩 说有人在追杀自己 请求罗娜放自己进去 罗娜没有犹豫 毕竟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女孩说自己叫做卡西 追杀她的不是人 而是个叫做卡山德拉的怪物 罗娜一边安抚她 一边掏出了手机 拨打了911报警电话 不想卡西个神经病 一把抢过电话就扔了出去 这女人有病吧 我在帮你耶 卡西抱歉地告诉罗娜 她们只有20分钟 20分钟后 不论罗娜如何阻拦 那个怪物都会进来杀了她 她很抱歉将灾难带给罗娜 随后话锋一转 反正你都要死了 咱们不如聊会儿天 让这20分钟过得有益一些 随后她就跟狗皮高药一般赖了下来 怎么都赶不走 这女人神经病吧 罗娜想着 不一会儿 再次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 开门一看 原来是快递小哥 话说送个快递而已 干嘛敲得这么大声啊 快递小哥好心为罗娜捡来了手机 卡西慌慌把罗娜拉到一旁 把门关上 刚才那什么东西啊 卡西一复无所谓的态度 我早跟你说过 外面有个怪物 所以她拿起罗娜的全家福 聊起了家常 这都是什么时候了 你还跟我唠嗑呢 罗娜打开窗帘 突然 一个形似大老鼠的怪物钻了起来 罗娜一边尖叫一边捅 硬时间 我都不知道该心疼谁 她就这样把大老鼠捅了出去 卡西让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 一边喝酒 一边询问罗娜的工作和家庭 罗娜一边和她聊天 一边利用手头的刀具 自制了一把狼牙棒 卡西聊着聊着 突然说自己饿了 问罗娜有没有吃到 罗娜突然想起来 她刚刚订了一份披萨 我的妈呀 这会外卖小哥来了 岂不是害了人家 卡西却一点都不在乎 她说起了自己和怪物的渊源 卡西是个夜班酒宝 和罗娜一样 卡西也很孤独 只是她没有罗娜这么好的工作 只能居住在老鼠横行的廉价公寓里 一天她下班回家 看到一只老鼠 被她设置的捕鼠夹夹夹出了爪子 老鼠为了活命咬断了爪子 却又很快落入另外一个陷阱 老鼠的死状让卡西很自责 从那之后 她的身边就出现了一只巨大的老鼠怪 罗娜气不打一出来 我还以为你惹了多大的麻烦 搞了半天 就是一只小老鼠的复仇 就在此时 外卖员带着披萨赶到了这里 罗娜只能爬上阁楼 让小哥赶紧带着披萨回去 可小哥非常的有原则 说什么都要让罗娜亲自牵手 毕竟她钱都收了 两个人就这么你一句 我一句 居然聊了个把小时 果然孤单的久了 看谁都能聊出个三菜一汤来 最后罗娜只能无奈妥协 让她把披萨放在了门口 虽说小哥挺啰嗦的 不过聊上那么几句 罗娜的心情倒是好多了 小哥对着罗娜挥手告别 于是话唠的外卖小哥也成了外卖 罗娜拿回了披萨 打开一看 盒子里赫然写着一行雪字 到后面小屋来见我 罗娜不动声色 为卡西送上了披萨 随后操起狼牙棒来到了后屋 怪物很礼貌地跟她打了个招呼 她说刚才吃了外卖小哥 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于是提醒罗娜 离卡西远一点 原来老鼠并不是来追杀卡西的 她只是卡西的附属品 卡西是个负能量爆棚的疯婆子 从而喜欢把陌生人拉下水 话音未落 罗娜赶跑了怪物 跑来找卡西问个究竟 卡西正在旁若无人翻看罗娜的相册 翻阅她的私人物品 罗娜突然想起来了 清早她去买咖啡的时候 卡西就排在她的后面 原来卡西早就盯上罗娜了 她故意跟着罗娜回家 还把怪物带到了这里 罗娜不明白 我这是哪里得罪你了吗 你要这么害我 没想到卡西一个施暴者 居然比罗娜还要委屈 她说自己只是觉得 罗娜跟她一样孤独 于是想跟她交个朋友 可罗娜只顾着找武器 丝毫不关心自己 我刚才认识你 卡西委屈极了 我这么好的人 你居然不想了解我 不听我发老嫂 你跟那些人一样 活该被怪物吃掉 罗娜一听 眼睛瞪得老大 你个疯女人到底杀了多少人了 卡西没有回答 直接摔毛而去 她放出了老鼠怪 在她看来 不跟她交朋友的人都该死 罗娜举起狼牙棒 副曹怪物把她的地毯弄脏了 不想怪物还挺有素质 她突然停止了进攻 还觉得好抱歉啊 罗娜照顾她坐在一旁 为她送上了茶碟 原来怪物也不想杀人 甚至还很喜欢聊天呢 她拿起手机 热心地询问罗娜临死前 有没有人想联系的 几杯酒下肚 老鼠告诉罗娜 卡西孤独 贫困 恰好父母亲又刚刚去世 于是她在强烈的悲伤下 创造出了老鼠这头心魔 卡西到处找人聊天 将自己的负能量丢给别人 然后拍拍屁股潇洒离去 谈话节 大老鼠注意到罗娜 有个上锁的大箱子 罗娜说 这箱子里锁着的是自己的怪物 罗娜的怪物是一头巨型的猫咪 不同的是 卡西逃避老鼠怪 而罗娜却与自己的怪物相处得很融洽 罗娜本可以放出自己的大猫咪 跟老鼠打一架 可她没有这么做 因为罗娜觉得 自己的怪物只属于自己 她不应该让负面情绪 影响到其他人 罗娜何尝没有经历过伤心事 她也有愧对的人 可她没有选择逃避 而直面自己的负面情绪 选择跟他们和解 这番对话 让大老鼠受益肥浅 她不想再杀人了 她觉得好累好累啊 从此以后 这个嗜血的西魔 终于找到了安宁的避风港 本集故事到此结束 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怪物 可怕的西魔 放不下的过去 不要抱怨 不要负能量 也不要喋喋不休 别让自己失去理智 也不要被悲伤所奴役 愿所有人 都能与自己的负面情绪和解 故事中的两个女主 都是惊悚美趣的专业户 其中罗娜的扮演者 萨曼塔斯洛阳 还是五夜弥撒的主要演员 她在那部剧里 饰演贝福基恩 而卡西的扮演者 是TikTok女网红 路斯科德 两个人早在去年上映的 午夜故事社中合作过 一个饰演患女人萨斯塔 另外一个饰演 独腿的癌症病人安雅 杰伊是一个三流作家 最近的他灵感枯竭 他告诉你有 再这么下去 自己就要失业了 出版社的编辑告诉他 杰伊很有才华 他只是缺少一件 触发灵感的宝贝 说这就给杰伊 展示了自己的收藏品 每个大作家 都有自己的金融物 像这个吉兰 来自科苏鲁之父 洛夫克拉夫特 还有雷布拉德伯利的打字机 理查德马西森的烟斗 一顶别致的帽子 吸引了杰伊的目光 这顶帽子来自他的偶像 史蒂芬·巴赫曼 杰伊戴上了帽子 那一刻 他仿佛与自己的偶像面对面 充满了自信 编辑告诉杰伊 这顶帽子 真是史蒂芬·巴赫曼的灵感来源 当年史蒂芬·巴赫曼 在整个小说节大杀四方 每年都能出版两本 高质量的惊悚小说 却在事业巅峰的时期 突然消失匿迹了 没有人知道 他为什么选择激流勇退 杰伊想要这顶帽子 他想要成为下一个巴赫曼 编辑却意味深长地问道 望着偶像的照片 杰伊坚定地点了点头 就这样 杰伊获得了偶像的幸运物 女友却觉得这顶帽子 平平无奇 怎么看 都不像是能够激发灵感的东西 恰好女友也刚刚买了 一顶漂亮的小红帽 他兴奋地戴上了帽子 跟杰伊合影留念 深夜 杰伊望着空白的屏幕 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于是他戴上了帽子 那一刻 杰伊赶到一阵天旋地转 他回到了电脑前 仿佛如有神柱 灵感源源不断涌进了杰伊的脑子 他的手速 宛若单身了几十年的小火 不到一会儿 就敲完了好几页纸 编辑看完了他的手稿 大赞杰伊就是个天才 他一定会成为全纽约 最卖座的小说家 杰伊被他夸得七婚八素 编辑却突然画风一转 可惜啊 就这么一本小说 还不足以让你功成名就 你也不希望跟史蒂芬巴赫曼一样 这是谈话一线吧 杰伊明白编辑的意思 他回到电脑前 整了整帽子 他甚至都不需要思考 仿佛有着用不完的灵感 接下来的日子 杰伊的小说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 他开始上电视 和名人一起接受采访 杰伊取代了偶像巴赫曼的地位 尝到了一夜成名的滋味 可成名背后的心酸 只有他的女友才知道 女友整夜独守空房 因为杰伊整天把自己锁在书房里 疯狂的马字 他仿佛一具行尸走肉 瞪着惨白的同仁 没日没夜 永不停歇 杰伊终于完成了新的作品 他兴奋地走出房间 拿起瓶牛奶一饮而尽 他从未如此饥渴过 女友有些生气地说道 他已经在书房里 不吃不喝三天了 女友每天忍受 杰伊敲击键盘的噪音 压根就没法工作 他甚至觉得杰伊 爱那底帽子都怪自己 杰伊只能敷衍的安抚了两句 随后又一头扎进了书房 没办法 灵感又来了 不写不舒服 长期不知疲倦的马字 严重透支了杰伊的身体 他开始大把大把地掉头发 这天杰伊没有戴帽子 却发现自己连开启的密码都不记得 他甚至丧失了最起码的语言组织能力 只能打出一堆乱码 这顶帽子正在窃取他的思想 他的才华 以及他的记忆 可杰伊别无选择 没有了帽子 他一无是出 就这样 杰伊与帽子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他就这样每天忙忙碌碌 从餐桌到书房两点一线 就连吃饭都跟个原始动物一般大快夺一 他甚至忘了今天是自己的生日 女友愤怒极了 杰伊是有多久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了 他已经几个月没有洗澡了 浑身散发着恶臭 杰伊却说 洗澡会打湿帽子 女友咆哮着想要脱掉他的帽子 杰伊却死死护着帽子 最终 心灰意冷的女友选择搬出这个家 门外的雨 比一瓶找他爸要钱的那天还要打 杰伊目送女友的身影渐行渐远 他想要挽留 却在开口的那一瞬间词穷 就在此时 他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 电话那头自称史蒂芬巴赫曼先生的助理 也就是这顶帽子的主人 偶像想要跟自己见一面 杰伊自然不会拒绝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了疗养院 可巴赫曼先生的面容让他望而却步 当年的传奇大作家 已经失去了语言能力 只能通过书写交流 他通知女编辑偷走了自己的帽子 没有了帽子的巴赫曼 再也写不出东西 从此便消失匿迹 巴赫曼在轮语上分笔集书 激进癫狂 那一刻 偶像的光环瞬间荡然无存 杰伊吓得转身离去 他回到家里继续敲击键盘 一本接着一本 越写越兴奋 杰伊不知道自己写了多久 不过他意识到 该脱下帽子 好好洗个热水澡了 可帽子仿佛黏在了他的脑袋上 怎么都脱不下来 于是杰伊掏出小刀 用力捅及帽子 此时他才发现 帽子里不知何时长出了一只怪物 他伸手触碰 怪物却一口咬断了他的手指 帽子怪长出了四只脚 他居然还想爬回杰伊的脑袋 杰伊脚踹开怪物 转身拿出枪和子弹 杰伊捂着后脑渗血的伤口 他什么都想起来了 原来他每次马刺的时候 那个怪物就会悄悄吸食他的脑髓 他早就被怪物控制了 而不自知 可是怪物究竟是从哪来的呢 后知后觉的杰伊打开了装帽子的盒子 里面居然藏着四个怪物的卵 在黑暗中发出怪异的吱吱声 其中两只卵已经孵化 他怒气冲冲的找女编辑心事问罪 原来这一切都是女编辑的圈套 正如他先前询问过的那般 你是否愿意为此付出代价 女编辑让杰伊伤恩勿躁 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想买下你的手稿 难道这不是你一直期待的吗 是啊 想要明地就必须要付出代价 凭什么你就能高枕无忧 说吧杰伊就掏出一只怪物幼崽 朝他扔了过去 杰伊回到家 他想要挽回女友 想要找回正常的生活 女友是个建筑师 他正戴着一顶红帽子 如同AI一般不知疲倦的创作者 女友惊叹道 灵感在他的脑子里不断地涌现 他无法停止工作 原来女友也早就被寄生了 杰伊悔不当初 可孵化出的卵有两只 还有一只哪去了 就在此时 头顶传来一阵嘻嘻嘻嘻的声响 开头编辑介绍新音物的时候 提到了几位响当当的科幻作家 像是科苏鲁之佛洛夫克拉夫特 火星边缘史的作者 雷布拉德·伯利 《我是传奇》 以及《地球界线》的作者 理查德·马西森 唯独杰伊的偶像 史蒂芬·巴赫曼是虚构出来的 实际上巴赫曼是著名科幻作家 史蒂芬金的笔名 杰伊的扮演者 是加拿大喜剧演员 莱恩贝尔 他本人不太知名 但追过X-Darn系列的小伙伴 一定对他不陌生 他就是X-Darn第十集第三集中 被人类咬了一口之后 再也遍不回去的斗逼吸引人 那也是整个第十集 评分最高的角色 女儿的扮演者 同样是加拿大演员 1987年出生的莎拉·凯宁 他在2009年上映的 《吸血鬼日记》中 饰演女主的珍娜姨妈 其实人家就比女主 大了两岁罢了 下面开始我们的第二个故事 《悲痛的进城》 男主理查德是个米其林大厨 他做的一手好菜 与妻子四月生活得甜甜蜜蜜 每天他都会为妻子 准备丰盛的餐点 把他养得白白胖胖 妻子是个事业有成的老板娘 为了庆祝妻子的新店开业 理查德早早准备好了 丰盛的主管晚餐 可他左等右等 都不见妻子回来 直到深夜 他终于接到了妻子的电话 然而电话那头的却不是妻子 而是来自警局 理查德匆忙赶到滥发现场 与警告诉理查德 他的妻子遭到了不明生物的袭击 有目的者看到 那个生物咬了妻子之后 飞檐走壁 横穿马路跑了 清醒的是 妻子的命保住了 重伤的妻子神志不轻 她的脖梗上有个硕大的血洞 咬得还挺严重的 妻子的车旁满是喷溅血迹 还有一朵雪白的橱菊 女警沉思许久 始终没有头绪 妻子很快就出院了 小姨子珍娜高兴地迎接姐姐回家 她感到姐姐的身上 如同死一般的冰冷 平日里热观开朗的姐姐 突然信心大变 就连看丈夫的眼神 都变得十分陌生 她吃了一口理查德 为她精心准备的料理 转头就大口大口的呕吐了起来 理查德和小姨子守在楼下 他们是如此爱护这个共同的情人 小姨子说 她小时候也不幸遭遇过意外 多亏了姐姐一直对自己不离不弃 才让她迅速走出了一瞒 说把她搭上了姐夫的手 安慰道 我能够走出来 相信姐姐也一定能 妻子喜欢黑暗 她不允许在家里开灯 理查德只能事事顺着妻子 可她一直不吃不喝 不眠不休 小姨子觉得这样子不行啊 还是建议将姐姐送回医院 她需要更专业的护理 妻子大骂珍娜是个弊职 一定是想把自己送走 然后勾引她的老公 她似乎忘记了 眼前的两个是她最亲的人 面对姐姐无端端的责骂 珍娜很伤心 她和姐夫之间是清白的 最终 珍娜收拾东西 离开了这个家 妹妹走后 妻子一个人在房里 又是哭又是笑 压根不知道她到底想表达什么 这天深夜 妻子的医生例行拜访 医生觉得 理查德的精神状态 似乎比她的妻子还要差 理查德悲观地说道 她的女人已经死了 理查德把妻子交给医生 就一个人出去了 她太想出门透透气了 医生一个人上了楼 她轻轻拉开了房门 不多一会儿 散步回来的理查德 也一个人上了楼 推开卧室一看 我的妈呀 满屋子都是烟黄的血迹 她那诡异的妻子 针对着医生的尸体 大快躲移 饥饿的妻子 如同一只发了狂的丧尸 理查德吓得想要报警 可妻子却在此时 握住了她的手 那楚楚可怜的眼神 让理查德的内心为之一颤 妻子变成了怪物 可理查德依然爱她 于是只能悄悄把尸体 藏进了地下室里 都说爱情使人盲目 理查德开始切割 医生的尸体 还是如从前一般 为妻子做着可口的料理 食材不够怎么办 没关系啊 可以上街采购的吗 妻子的胃口回来了 理查德也重新尝到了 做饭的乐趣 她就这样 三天两头上街采购食物 凭一己之力 拉高了整个地区的犯罪率 这天深夜 小依子突然登门拜访 原来她还是放不下姐姐 听说姐姐如今 住在地下室里 小依子不敢相信 说什么都要去地下室里 一探究竟 地下室里没有一丝光鲜 只能听见无数的苍蝇 嗡嗡作响 理查德不想醉行败露 于是 珍娜痴痛地捂着脑袋 黑暗中 她看到了姐姐那张 猙獰的脸 伴随着惨叫声和咀嚼声 妹妹成了晚餐 这天 理查德外出彩动 食材的途中 突然一个小姑娘 撞上了她的车子 小姑娘楚楚可怜地 捂着受伤的膝盖 听说小姑娘是个 没有家庭的孤儿 一个罪恶的念头涌上了心头 不如叔叔先带你回家 吃点东西 叔叔可会做饭了 小姑娘连连道歉 毫无防备地跟着她回家 理查德带着小姑娘 来到了地下室 你先乖乖进去等着叔叔啊 好吃的一会儿就到 小姑娘胆怯地回头张望 理查德却狠心地关上了门 不想此时 女警也追到了这里 原来她在理查德的后座 发现了一朵白色的橱菊 地下室突然传来了 小姑娘的敲门声 你这个人渣 这么小的孩子都吓得去手 女警打开了地下室 她逼迫理查德在前面带路 刺鼻的血腥味 充斥着她的脑神经 丁静一看 这里摆满了残滞断壁 女警颤抖地询问 孩子在哪 原来女孩真恐惧的 一个人潜缩在角落 女警缓缓地上前安抚孩子 孩子猛扑上前 一口咬死了女警 原来女孩才是罪魁祸首 那朵白色的橱菊 是女孩的头饰 那天深夜 她如法炮制 假装碰死了妻子的汽车 咬住了妻子的脖梗 是她把理查德一家 都变成了怪物 不过女孩并不想伤害理查德 毕竟一顿宝还是顿顿宝 她还是分得清的 女孩一直渴望有个家庭 而理查德绝对是父亲的不二人选 只是从此以后 她必须要喂养两张嘴了 朗尔是个富二代 然而她却尤其自卑又孤独 只因为她有一对嘴巴特别贱 控制于又特别强的父母 每天都在喋喋不休地打压她 母亲说朗尔就是蜜蜂天地飞 Lobby 在这个家里 母亲排第一 父亲排第二 朗尔排在第四位 因为她上头还有妈咪养的猫咪 猫咪蹬鼻子上眼 不但在朗尔的床上拉屎 还敢直接上手奏牌 于是朗尔把猫咪做掉了 做得干净利落 今天是高中毕业舞会 朗尔却打扮得一身黑 穿得像个连环杀手 父亲不喜欢她的装扮 直接把她的帽子扔进了火堆里 朗尔只能不情不愿 穿上了父母准备好的衣服 父母知道朗尔暗恋笑话维莱特 于是特意向笑话发送了邀请函 朗尔紧张极了 那可是笑话啊 她的女神啊 平时从来不打正眼瞧她 只让一家人等了好几个小时 都不见笑话的出现 于是母亲气急败坏地 联系了笑话的父母 很显然 笑话放了朗尔的鸽子 母亲前脚刚走 父亲就再次喋喋不休地吐槽儿子 咱们家族有钱有地位 咋就生出你这么个懦弱 愚蠢又自卑的loser呢 难怪人笑话都不打正眼瞧你 这一次 朗尔终于忍不可忍 父亲死到临头 依然吐槽儿子太挫了 你杀人之前都不知道 先磨个刀嘛 于是朗尔疯狂地 用这把钝刀子一下又一下 剁掉了父亲的脑袋 母亲回来看到了这一幕 恶狠狠地招骂儿子 居然把客厅搞得这么脏 于是朗尔便顺手 把气脉起剁了 当天夜里 朗尔一边哭泣 一边将父母的尸体 沉进了门前的小盒里 他长呼一口气 以后再也没有人 在耳边喋喋不休地打压他了 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朗尔当天晚上 就碰到了灵异世界 首先是被他杀掉的猫咪 突然回来了 暂时没有脑袋的父亲 走到了他的床前 朗尔吓坏了 他看着父亲 整了整阴森可怖的脑袋 父母恶狠狠地 证骂这个小若姬 就是个被宠坏的孩子 居然敢是父杀母 那夜 朗尔的尖叫声 响彻整个庄园 转已经过去了四年 朗尔已经习惯了幽灵 在耳边喋喋不休地吵闹 他们吐槽朗尔睡觉流口水 打呼的声音太响 你这个死样子 难怪找不到女朋友 就连去超市购物 父母都要指手画脚 就在此时 朗尔瞧见了当年的笑话维莱特 朗尔的心中如同小路乱撞 他想躲起来 不想却紧张地撞翻了货架 朗尔这番逗逼的操作 成功引起了笑话的注意 他温柔地扶起朗尔 为当年放了他鸽子的事情 诚恳地道歉 一旁的父母吐槽 真的是太不争气了 居然能原谅这个大壁池 听说朗尔的父母过世了 笑话抱歉之余 居然主动向他提起了约会 这可是朗尔第一次 跟女孩子约会啊 他紧张极了 就在此时 门铃响了 来人是两个警察 特意来找朗尔的父母 朗尔只能推说 父母正在瑞士度假 暂时打发走了警察 朗尔付了女神的约会 女神看上去并不开心 原来她的父母是个骗子 开了一家庞氏骗局的金融公司 光是朗尔的父母 就投资了好几十万 后来父母的庞氏骗局崩盘了 背负了数百万的债务 然后扔下笑话 一夜之间双双自杀死去 朗尔也提起了死去的父母 你知道吗 我爸妈两个都是当富 他们发现了彼此出轨 然后自相残杀死了 你知道我是花了多大的勇气 才敢对你敞开心扉吗 毕竟家丑不可外扬 父母的鬼魂差点没气得当场吐血 不过这番互诉忠诚 瞬间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 朗尔和笑话当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当天晚上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欣赏着削热横飞的恐怖片 看着看着 笑话居然主动爬上了朗尔的大腿 朗尔简直受宠若惊啊 父母虽然不喜欢这个女人 不过正常为儿子的成功感到高兴 两个无父无母 又有钱的富家子弟 度过了幸福的一夜 可好景不长 那俩警察再次敲响了朗尔的家门 朗尔只能推说 她的父母延长了假期 要待到明年才回来 不相一旁的笑话 听见之后十分神奇 你不说你父母自相残杀死了吗 原来是出门度假去了 你这是为了追我编故事呢 笑话提出了分手 父母不由得幸灾乐祸了起来 反正他们也不喜欢这个女人 可朗尔却动了真情 从小到大 父母都说朗尔是个loser 朗尔自卑极了 好不容易得到了笑话的青睐 幸福却转瞬即逝 朗尔不知道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 还不如死了算了 父母吓坏了 他们使出了施口功 此时他们俩才意识到 自己从前有多过分 嘴贱归嘴贱 可他们内心真的真的很爱这个孩子 其实朗尔还是有很多优点的 父亲说道 我早就想杀了你爷爷了 但是一直没有勇气 哪像你是个真正的行动派 我为你骄傲而砸 在父母的鼓励下 朗尔终于鼓足勇气 向笑话谎称 自己只是接受不了父母的死亡罢了 在她一番胜泪俱下的表白下 笑话终于回心转移 最终 两个同样孤独的富二代领了结婚证 笑话也名正言顺 成了庄园的女主人 笑话做了一桌丰盛的美食 和朗尔一起举杯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 父母守在门外 望着渐渐长大的儿子 心中无比欣慰 他们保护了儿子太久太久 也是时候该离开了 朗尔不胜酒力 刚喝了一杯酒迷迷糊糊 笑话也在此时露出了真面目 你不会真的以为 我会爱上你这个路子吧 当年我是故意放你鸽子的 因为跟你做朋友实在是太丢人了 原来笑话在朗尔的酒里下了毒 就跟她当年毒死自己的父母一样 父母死后 笑话得到了一大笔保险金 可那笔钱如今已经挥霍一空 因此她才会故意接近朗尔 想要继承朗尔的庄园和遗产 与此同时早已对朗尔起了疑心的警察 再和理工捞出了四具肢体 这两人果真天生一对 连抛尸都靠得这么近 笑话的父母也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原来她和朗尔一样 都是被诅咒的一代 朗尔笑着说道 我杀了我的父母 但从来没有向外界 公布过我父母的死讯 这也意味着所有东西 依然登记在她父母的名下 朗尔从来没有继承到任何的遗产 就在此时 朗尔的父母回到了屋子里 当看到奄奄一息的儿子 他们的心都要碎了 父母再次发出了誓狠红 吓得笑话的父母直接扔向女儿不管了 那一夜 朗尔家的灯光闪得跟蹦迪似的 第二天一大早 警方发现了笑话的尸体 她是被活活吓死的 朗尔倒是保住一命 不过她也被冠上了 杀死父母和妻子的罪名 恍惚中 她看见了笑话的鬼魂 笑话恨死朗尔了 发誓一定要生生世世地缠着她 那 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 从此以后 笑话一家子会连同她的父母 一起常伴左右 五个人在她的耳边 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这下可热闹了 还不如死了呢 下面开始我们的第二个故事 我们去奶奶家 马西嫁给了一个 比她爸年纪还大的富豪 人人都知道马西嫁给她是为了钱 富豪的母亲 更是对这个拜金鱼感到恶心 她劝说儿子 果不其然 这才过了没多久 富豪就嗝屁了 富豪究竟是不是自然死亡 没有人知道 但她一分钱都没有继承到 因为所有的钱 都被老太太抓得死死的 她每个月只能领取少量的生活费 抚养富豪留下的独生女 为了找个长期饭票 马西开始到处约会 每次把钱捞光了之后 再把人一脚踹开 即便如此 眼前的本尼 依旧期待马西能够回心转移 餐厅的女服务生看不下去了 她让本尼别再心存幻想了 不过马西虽然人品很差 但算得上是一个不错的继母 说了多少遍 在外面不要叫我妈妈 要叫我姐姐 难道是我看起来不够sweet吗 这天 快被账单逼疯的马西 突然收到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老太太得了癌症 命不久矣 听闻噩耗 马西伤心到孝处生来 老太太希望能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 能跟小孙女卢本在一起 马西自然没有拒绝的道理 只要老太一死 所有的财产都将由小卢本继承 而她作为小卢本的监护人 岂不是能够呼风唤雨 想到这里 马西迫不及待和卢本收拾好了行李 卢本今天打扮成了小红帽的样子 她给奶奶准备了很多好吃的 一路上 马西的心情都很不错 小卢本却特别悲观地说道 她的妈妈死了 爸爸也死了 要是奶奶也死了 马西就是她唯一的家人了 她希望能永远跟马西在一起 这番话让马西有些惭愧 因为她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继母 今晚是月圆之夜 月亮将夜间的小卢映照得阴森又诡异 老太太养兵的地方又远又偏僻 马西都快打瞌睡了 刚刚那什么东西闪过去了 小卢本抱着自己的布娃娃 惊魂未定 刚才的急转弯 让车子陷进了泥地里 怎么都发动不起来 由于车里没有信号 马西只能下车拨打求助电话 就在此时 小卢本看见她的身后 有个黑影正在桥栏靠近 并且一看 这竟是一只狼人 马西就小抱脾气 她爬上车 吓得和卢本拥抱在了一起 可狼人并未打算放过红女脸 她尖叫着 咆哮着 踩碎了车底的肩窗 就这么将小卢本拉了出去 马西很担心卢本的安全 她随手拿起一把餐刀 是要救回她的女儿 就在此时 远处使了一辆皮卡 马西仿佛遇到了救星 原来司机正是白天 被她甩掉的本尼 她惊魂未定地告诉本尼 有个狼人劫持走了小卢本 马西就这么叽叽喳喳说了半天 本尼听得一愣一愣的 不过月圆之夜嘛 时不时冒出点古怪的生物 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她让马西先躲进车里 关好车窗 本尼则帮忙把车 从泥泥里拉出来 马西抱着金女的布娃娃 担心急了 可她左等右等 都不见本尼发动汽车 于是马西好奇地下车询问 却见本人已经被狼人 啃尸掉了半张脸 思想无比奇才 面对嗜血的狼人咆哮 马西扛起斧子就插了过去 狼人一身倒地 可转身的功夫 狼人就不见了 马西抬头一看 只见狼人正朝着 可爱的小卢本缓缓靠近 为了女儿 马西拼了 她拿起小餐刀 对着狼人就是一顿筒 没有想到这把餐刀 居然是明智的 插得狼人毫无反抗之力 你居然想吃我的女儿 老娘插不死你 死去的狼人 重现了本来面目 她居然就是餐馆的女服务生 服务生本来想 报复马西甩了她的弟弟 哪知道把自己都搭了进去 太阳刚刚升起 马西终于成功带着小卢本 来到了奶奶的别墅 尽管老太太不喜欢马西 但是马西对小卢本的爱是真的 况且战斗力这么强 能将卢本托付给她 老太太演得明目了 卢本咬死了继母 准确来说 是将继母变成了自己的同类 这样他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好一出母次女校 本集故事 到此结束 开头老太太告诉我儿子 你应该跟自己的同类在一起 实际上就是暗示了 他们家族跟马西完全就是不同物种 小姑娘家子连同小镇上的大部分居民都是狼人 每逢月圆之夜就会变身 唯有女主入了狼窝而不自知 怪木桩的女人正在熟睡 嘴角渗着烟红的鲜血 男人举起木桩对准她的心口 鲜血这条洪水猛兽 渗出了石棺材 查克突然惊醒 吓死宝宝了 还好只是一场噩梦 乖庄的妻子仍在酣睡 原来他们是睡在棺材里的贝拉斯克斯人 也就是俗称的吸血鬼 此时也是白铁 可叛逆的女儿依然在棺材聊日 查克敲击了两下棺材 提醒女儿该休息了 他们一家三口都在卡车里 因为白天的关系 查克雇了搬家公司 将他们连带着棺材搬到了新房子里 新邻居叫做道格 他对一家人的到来并不是很欢迎 深夜 查克正在修理礼板 道格非常不友好的上前招呼 你们这些吸血鬼 搬到人类的社区 就该遵守人类的规矩 否则我就把你们全家都放太阳底下晒晒 面对邻居的咄咄逼人 查克依然很友好的告诉他 阳光会让他们死亡 腐烂 分解成脏器 查克很热心地为他介绍了自己的妻子 他们夫妻俩都是夜宵的老师 道格有个年轻的儿子艾里克斯 父亲对着邻居恶意满满 艾里克斯却与他们家的女儿安娜看对了眼 道格没好奇地回到了屋子 还将门前的欢迎牌匾 换成了十字架和大蒜 即便如此 查克依然幻想着 邻居早晚会喜欢他们的 女儿并不喜欢这个城市 这里都是歧视他们的人类 街上很少有24小时营业的店铺 更可怕的是 有人拿十字架伤害过自己 他不明白 为什么父亲这么渴望 人类接纳他们 邻居家的艾里克斯是个夜猫子 他孤独不合群 总是透过窗户 偷窥对面的安娜 这天深夜 他恰好看到安娜穿着比基尼 躺屋顶上晒月光雨 安娜在手机上播放着日出的视频 他十分渴望被阳光笼罩的感觉 小伙被安娜迷住了 他悄悄掏出了手机 拍了张照片 可照片中的安娜肌肉萎缩 诸痛一具可怕的干尸 小伙吓得一个机灵 惊找到了屋顶上的安娜 安娜一个空翻 从屋顶上跳了下去 艾里克斯慌忙跑出去查看 确实看到了安娜的比基尼 原来安娜被屋檐勾掉了比基尼 艾里克斯羞得不敢直慎雨豪的眼睛 两个年轻人做着自我介绍 事实上他们早就注意到了对方 想着择置不住壮志 艾里克斯鼓足勇气 提出想带着安娜出去转一转 深夜的城市一片寂静 安娜告诉艾里克斯 其实人类对他们有很大的误解 如今的吸血鬼已经不再合人血 他们也受人类法律的约束 艾里克斯带着安娜来到了公园里的游乐场 小时候妈妈常常带她来这里玩耍 可是妈妈却在她七岁那年突然去世了 她很羡慕安娜 因为安娜的父母都不老不死 两个同样孤独的年轻人一拍即合 他们的感情进展很快 安娜经常会带着艾里克斯回棺材里过夜 对于这段感情 安娜的父母有些担忧 因为不论他们如何努力 人类都不会接纳吸血鬼 这天夜里 艾里克斯希望安娜能够把自己转化成吸血鬼 比起自己的父亲 他更喜欢安娜的家庭氛围 安娜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因为吸血鬼不论走到哪里 都会遭到追捕和迫害 这个转变 不是艾里克斯能够承受得起的 好情不长 道哥很快得知了儿子的恋情 他恨恨恨地唤醒了儿子 你一个高贵的人类 就爱上了一个怪物 父亲从来没有告诉儿子 母亲到底是怎么死的 原来艾里克斯七岁那年 他的母亲被吸血鬼咬死了 就在母亲下葬的当天夜里 他突然从墓地里爬了出来 道哥意识到妻子 已经变成了吸血鬼 于是毫不犹豫 用一个木桩刺穿了妻子的心脏 艾里克斯震惊极了 原来是你杀了我的妈妈 父亲说自己别无选择 说把阿蒂给儿子一个盒子 里面同样是一个木桩 他这是儿子杀死自己的爱人 海美其名曰 这是帮安娜解脱 雪石之的儿子下不了手 道哥悄悄联系了自己的老友们 挂完电话 道哥打开了柜子 拿出了自己尘封许久的武器 原来他曾经是个吸血鬼猎人 猎杀是他的爱好 当天夜里 艾里克斯在公园里约见了艾娜 艾里克斯告诉艾娜 他的父亲已经召集了一群猎人 艾娜一家人必须要尽快搬走 却不想就在此时 道哥已经带着人赶到了这里 原来道哥悄悄在儿子的手机里 安装了定位软件 艾里克斯想要保护爱人 不想这群猎人六亲不认 当场就把艾里克斯打成了重伤 道哥没有责怪他的同伴 反倒觉得这一切都是安娜造成的 说吧就对准了安娜的心脏 安娜突然腾空而起 他居高临下 冷冷地看着这群杀红眼的可怜虫 说吧 安娜露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那一夜 鲜血和肉块见得到处都是 安娜三下五除二 就杀死了所有猎人 原来道哥这么多年来 都低估了吸血鬼的实力 吸血鬼从来不惧怕十字架 他们速度奇快 力大无穷 若不是处处手下留情 弱级的人类哪能伤得了他们 看在艾里克斯的面子上 安娜紧紧养伤了道哥 艾里克斯赞叹 满是血无的安娜 就像是一个超级英雄 太阳已经升起 艾里克斯让安娜赶紧回去 可他身受重伤 再不抓紧治疗很快就会死去 最终 安娜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他抱着重伤的艾里克斯 往医院赶去 炙热的阳光 让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 安娜忍受着剧痛 第一次眼含热泪 注视着太阳 最终 满身血无的安娜 成功将爱人交到了医生的手中 艾里克斯得救了 安娜却在阳光下慢慢腐烂 分解化为脏器 原来真实的太阳 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漂亮 不知过了多久 道格从黑暗中醒来 他艰难地挪动着身子 原来他被查个一家所建的棺材里 哪怕死到临头 他还口出狂言 要杀了人全家 说着说着 他感觉到嘴里个得慌 原来他又转化成了吸血鬼 儿子安娜克斯走了过来 道格喜出望外 他请求儿子放了自己 儿子却用道格说过的话围敬他 他一下又一下敲击父亲的心脏 看着他渐渐被鲜血淹没 这集应该是隐喻了 美国的少数族裔 不过拿吸血鬼 比喻少数族裔的设定很清奇 试想一下 谁隔壁住了一家在嗜血的邻居 不下的脸也搬家的 谁敢骑视吸血鬼啊 明明是害怕好吗 编剧这是磕了多少斤叶子 才能做出这种神奇的比喻 下面开始我们的第二个故事 作弊马 杰夫从仓库里翻出了一盘老旧的游戏 这部游戏叫做奇怪的星期三 当年他可是凭借这部游戏 拿到国西南部的冠军 如今时代不同了 儿子大卫玩着更新宜的3D设计游戏 将父亲当成了空气 杰夫自顾自地打开了游戏 他兴奋地向儿子分享心得 别看着游戏的画面老旧 玩这东西可是需要钢铁般的意志 游戏的操作倒也简单 就是躲避马路上的障碍物 成功穿过城镇就可以过关了 不过30年过去了 从来没有玩家到达过终点 然而游戏刚开始 父亲就被一台面包机绊倒了 大卫觉得这游戏很有意思 也跟着玩了起来 靠着这款游戏 杰夫成功拉近了羽儿之间的距离 大卫有两个死党 分别是小眼睛斯科特 和他的前友雷娜 从三个人的肤色来看 编剧的政治觉悟相当地高 大卫迫不及待 向好友们分享这款游戏 于是第二天一早 小眼睛和雷娜就来到了大卫的家里 听说二次分手了 杰夫忐忑地询问雷娜是怎么回事 原来大卫从来不跟父亲交流 他不得不从别人的口中 打探大卫的私生活 大卫正在自顾自地打游戏 好不容易跳过了面包机 又被一个油箱反复割了脑袋 杰夫说自己有个小技巧 可以突破这个关卡 可大卫对父亲的游戏心得毫无兴趣 三个年轻人打成了一片 让行单影子的老父亲仿佛是一个局外人 终于有一天 大卫超过了父亲的分数 他兴奋地叫出声来 可他只是赢得了最高分罢了 只有打败最终boss 才算是通关游戏 说吧杰夫迫不及待 拿过了手柄 想要跟儿子并肩作战 可大卫却毫无兴趣地说 自己要休息了 这让杰夫感到非常的失落 这天 雷娜兴奋地展示了自己 从一区上逃来的宝贝 这是一份奇怪的星期三的游戏机和卡带 据说这个游戏被诅咒了 害死了不少孩子 因此价格十分的便宜 和父亲的游戏卡带不一样 盒子上附赠了一个作弊码 大卫嗤之以鼻 用作弊码就类似于开挂 赢了也不光彩 三个人在雷娜的家里玩了一整夜 小眼睛的战绩是最差的 于是他趁这二人不在 悄悄使用了作弊码 第二天放学 等他们再次打开游戏 夜面竟多了一个新的人物 他穿着连帽衫 戴着眼镜 倒是与小眼睛十分的相似 大卫和雷娜使劲霍获这个游戏人物 小眼睛一会儿被松鼠饶死了 一会儿被跳动的电线电死了 霍获到只剩最后一条命 小眼睛又被冰淇淋车给撞死了 看来这个新人物也没有啥BUFF加成啊 不过说来也怪 他们一整天都联系不上小眼睛了 就连他的妈妈也不知道小眼睛在哪 只见游戏的夜面 突然变成了一片雪红色 他们出门寻找小眼睛 却向不远处拦起了警戒线 原来小眼睛真的如游戏中的一般 被一辆冰淇淋车碾成了肉泥 可他们俩并未瞧见这一幕 还是回家自顾自地打起了游戏 在经历了几十次的失败之后 大卫也终于忍不住 使用了盒子上的作弊码 当作弊码成功输入的那一刻 大卫突然身体不受控制地呆立在了原地 雷娜每操控一次手柄 大卫都会跳动一下 原来他变成了游戏中的角色 雷娜是这关闭游戏 就在此时 大卫居然自顾自地走了出去 原来是父亲杰夫正在用腹肌操控游戏 他就跟游戏中的人物一样 躲过了飞来的面包 煤气罐子 最终惨死在了割草机下 死后的大卫重新回到了雷娜家里 原来所谓的作弊码 是受了阻折的催命码 当生命耗尽 大卫也会跟着死去 他躲过了倒塌的标志牌 来到了跳动的电线 一切的一切都跟游戏里一模一样 最后 他又被一块石头砸得脑花崩裂 究竟是谁在操控大卫 雷娜首先致电了大卫的父亲 可此刻的杰夫全神贯注 压根听不到电话铃声 雷娜只能抓紧时间 骑车往大卫家赶去 接下来 大卫又被塑料袋误死了 被飞来的刀子插死了 此时的大卫只剩下最后一条命 死神在向他招手 杰夫对儿子的遭遇浑然不止 终于 杰夫穿过了小镇 见到了最终Boss 而与此同时 现实中的大卫也来到了一片丛林 眼前竟是一艘豪华的外星飞船 没有想到吧 他们的Boss居然是个外星人 外星人一抬手 朝大卫发送了两块石头 被杰夫轻松躲过 父亲操控着手柄 不停地躲避Boss的攻击 而与此同时 雷娜终于赶到了大卫家 他不停地敲门 老父亲只能不情不愿 暂停的游戏 听说自己正在玩儿子的命 老父亲震惊极了 他就这么一个儿子 可千万不能霍霍死了 为了救过儿子 杰夫孤主一致 决定进入游戏 和儿子并肩作战 迄今为止 没有一个玩家通关过游戏 但他坚信 父子同心 其力断金 杰夫进入游戏的那一刻 大卫终于恢复了自由身 现在父子俩处于双刃模式 父子俩一边躲避攻击 一边捡起石头扔向了飞船 可大博士刀枪不入 伤不了他分毫 大博士运气憋了个大招 父亲被他的激光牢牢禁锢 动弹不得 就在此时 大卫看到飞船上 有个闪烁的红色按钮 原来那就是通关的秘诀所在 他集中身指 以最快的速度 绕到了外星人的身后 就在那个瞬间 外星人痛苦地蹲下了身子 他的飞船瞬间土崩瓦解 父子俩成了三十年来 赢得比赛的第一人 故事最后 他们埋葬了被诅咒的游戏 连同他们多年来的芥蒂 一同抛之脑后 父亲反显了自己 大卫长大了 最好的亲子关系 便是懂得在合适的时候退场 他让儿子考了驾照 给他买了新车 还鼓励儿子把雷娜追回来 就在父子俩离开后 小伙伴献切了自己 成功拉近了大卫父子俩的关系 然而游戏的杀怒 还远远没有结束 爱丽森曾是个富家女 如今只能跟贫穷的未婚夫 窝聚在破败的公寓里 炎热的天气 让他们俩大汗淋漓 这天 爱丽森突然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原来老父亲即将命不久矣 他想在临死前 跟女儿见一面 提起这个混蛋父亲 爱丽森就一肚子活 他当年害死了母亲 还抛弃了自己 但在瑞安的安抚下 爱丽森还是回到了父亲的庄园 想看看他葫芦里 究竟卖的什么药 刚下车 瑞安就被豪华的大庄园惊呆了 没想到爱丽森的家里 这么有钱啊 父亲插着氧气 很客气地接待了夫妻俩 他没有嫌弃瑞安贫穷 反而很友善地向他介绍 这片庄园是他们家祖传的土地 妇女人已经有超过15年没有见过面 不管老父亲如何地套近乎 爱丽森都不为所动 老父亲先是身泪俱下的乡女儿 忏悔了一番 随后直奔主题 表示自己已经最多 只剩下一个月的寿命 他想在临死前 为女儿和女婿 举办一个体面的婚礼 婚礼结束之后 他会将自己的庄园 和所有遗产都托付给他 爱丽森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我才不要你的臭钱 这可把一旁的瑞安急坏了 他就一个代课老师 才能挣几个钱呢 老父亲间说不动女儿 便劝起了未过门的女婿 你还想回到那个空调很差的公寓吗 只要结个婚 就能继承我的亿万家产 难道不香吗 瑞安被说动了 他又不是偶像剧的女主 干嘛要这么有骨气 说吧 老父亲就带着瑞安来到了地下室 为他展示了他们家族的秘密 地窖里有个隐藏的金库 父亲神神秘秘地 打开了金库的大门 只见金库里有个硕大的坑洞 里面冒着诡异的红光 时不时还传出可怕的呼噜声 父亲说 这个坑洞只同地心世界 里面住着一头名为 米霍卡奥的远古怪物 它长着无数的黑色眼睛 风里的下颚 嗜血残忍 力大无穷 1926年 一场大地震 将中西部的所有城市移为平地 人们都单纯地以为 只是自然灾害 事实上 米霍卡奥才是那场地震的罪魁祸首 原因很简单 有人忘记喂养米霍卡奥了 老父亲从16岁开始 就从父辈的手中 揭手了喂养怪物的任务 如今他快死了 为了保住自己的庄园 他必须要找个接班人才行 再说米霍卡奥吃的也不多 只需每隔15年 喂养一个大活人就行了 这个秘密颠覆了瑞安的三观 他无法做到用无故人的性命 保护自己的财产 艾利森说的一点没错 这个死老头就是个自私自利 残忍至极的怪物 当天夜里 夫妻俩再次回到了那个 没有空调的公寓 想到妻子本可以过很优渥的生活 却要跟自己要这种苦日子 瑞安动摇了 夫妻俩商量了一夜 最终接受了老父亲的赞助 他们在庄园里 举办了一场豪华的婚礼 今天就是喂养怪物的日子 老父亲的每一个眼神都一味深长 瑞安开始物色婚礼上的宾客 到底拿谁开刀比较好呢 老父亲交给瑞安一包迷药 只要吃下迷药 鸡瓶就会毫无知觉地被怪物吃掉 这个过程没有痛苦 而夫妻俩也像迎来15年的荣华富贵 简直超值又没有 瑞安无色了半天 最终锁定了他那个讨人烟的表弟 这过跳起舞来就跟抽风一样 就是你了 这场婚礼很热闹 女儿也终于跟老父亲 冰释前邪 重归于好 唯一让他遗憾的是 艾利森的母亲已经去世了15年了 无法参与他人生最重要的时刻 舞会上 瑞安终于鼓足勇气 给表弟下了迷药 兄弟俩曾是过命的交情 现在这是过表弟命的时候了 他带着迷迷糊糊的表弟来到了地下室 并没有费多大的力气 就把表弟推进了坑洞 老实说 第一次做这种事情 瑞安的良心上有点过意不去 老父亲劝他别放在心上 这种内疚的感觉很快就会过去 瑞安红着眼眶 和老父亲举杯庆祝 不想酒缸下毒 老父亲也跟着不省人事 想不到吧 瑞安给他也下了药 老父亲醒来的时候 正坐在一片废墟之上 他的身后也有个硕大的坑洞 原来这是瑞安曾祖父的庄园遗址 瑞安的祖上也曾是大古人家 他们也曾是怪物的监护人 直到1926年的那天 他的祖先忘记喂养怪物 造成了那场大地震 从此瑞安一家就成了穷光蛋 只是他没有想到 多年之后 爱丽森的祖先会在自己的家里挖个洞 接替了他们家族的工作 瑞安早就将这个秘密 毫无保留地告诉了爱丽森 爱丽森也从来没有原谅过老父亲 原因很简单 老父亲为了保住荣华富贵 居然在15年前 将爱丽森的母亲喂了怪物 值得一提的是 被怪物吃掉并不是无痛的 怪物会将食物保存15年之久 每次只是一点点 说吧 瑞安就将老父亲伸进了坑洞 如今的夫妻俩有车有房 父母双亡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 像是这破天的富贵 不想就在此时 瑞安那个神经兮兮的表弟出现了 想不到吧 表弟居然自己爬出了坑洞 他还以为那只是醉酒后的一场恶梦 完蛋 表弟逃出来了 就因为这怪物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吃饱 而他们扔掉的时候 已经过了12点 下面开始我们的第二个故事 死亡涂鸦 安琪拉是个漫画家 她正在大公司等待面试 同位面试者的索尼亚 主动跟她搭讪 索尼亚的名气很大 安琪拉早已耳闻 于是也胆怯地拿出自己的作品 交给索尼亚点评药 索尼亚夸奖到很有天赋 不过这最后一幅作品嘛 太贫用了 听说总编是个小米粉 最讨厌苹果手机了 说吧 索尼亚就走进了办公室 下一个就要轮到安琪拉了 她广望将那幅作品撕了个粉碎 安琪拉走进了办公室 恰好遇到了老朋友凯文 巧的是 凯文居然就是这家杂志社的副总编 认识这么久了 她对安琪拉的作品很有信心 总编冷漠地瞥了她一眼 只要安琪拉的作品太贫用 太俗气了 压根就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说吧 她拿出了自己中意的作品 一群猿人的中间 处理着一部苹果手机 这不跟安琪拉撕掉的那幅作品 一幕一样吗 原来索尼亚哄骗安琪拉 把那幅画撕了 而她却在刚才面试的时候 现场临摹了这幅画 于是乎 索尼亚利用剽窃 强责了本该属于她的工作 由于清洁工把垃圾桶都清空了 安琪拉只能吃了哑巴馈 明明很有才华 却因为不够卑鄙 而与这些所谓的人才格格不入 安琪拉翻着杂志 瞧见了一篇索尼亚的采访报道 这女人就是洋溢的手办 卑鄙小人 她越想越气 开始在索尼亚的脸上涂鸦 第二天一大早 安琪拉就收到了凯文的短信 她说索尼亚昨天晚上突然死了 安琪拉近的坐地而起 慌忙查阅了今早的新闻 原来索尼亚昨晚结束聚会之后 不小心滑倒了 整个人卡在了下水道里 等工人们把她捞出来的时候 索尼亚的两只眼睛 都已经被老鼠吃掉了 她的死状 竟与安琪拉的涂鸦丝毫不差 既然索尼亚死了 在凯文的吉利推荐下 安琪拉得到了新的面试机会 这一次 总编对安琪拉的新作品赞不绝口 安琪拉也终于成功通过了面试 然而总编却表示 签署合同之前 她还必须要完成一项测试 那就是亲自解雇凯文 并且还要当着凯文的面 一字一句读出这封解雇信上的每一个字 可安琪拉多亏了凯文 才能得到第二次的面试机会 她不能做出卖朋友的事情 原来作为当地排名第一的杂志 总编需要的不光是安琪拉的才华 还希望她为了利益不择手段 并且对自己足够的服从和忠诚 如果连这点小事都很不下心来 那么安琪拉也无法胜任这个位置 安琪拉思虑再三 仍然表示自己做不到 不想总编翻过了解雇信 原来这是一份 原本打算与安琪拉签署的合同 安琪拉失落极了 这已经是她第二次遭遇戏耍了 她来到吧台借酒消愁 耳边仍然回荡着主编的嘲讽 几杯酒下肚 她疯狂地在杂志上涂鸦 给主编涂了个七孔流血 脑浆泪裂 哪只刚画完 总编就从楼上掉了下来 真的摔了个脑花似箭 安琪拉惶恐极了 那一夜 她久久无法入睡 难道她成了女版夜神月 她吓得扔掉了所有画笔 想要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临走前 安琪拉找到了好友凯文告别 凯文却告诉了她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在她的争取下 杂志社正打算出版安琪拉的漫画 原来所有人都以为总编的死 只是一场意外 高层们连夜开了个会议 决定让凯文担任总编的位置 由凯文作证 以后再也没有人敢为难她 她将获得不菲的薪资 弹性的上下班时间 还有带薪休假和医疗保险 这还走什么走啊 安琪拉接下了这份工作 还要请凯文一起吃晚饭 她前脚刚走 酒保后脚 就把安琪拉先前留在 吧台上的杂志交给了凯文 还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凯文看了一眼涂鸦 不由倒戏个凉气 回到家的安琪拉忍不住 开了瓶香槟庆祝 她将这个好消息 告知了电话那头的母亲 她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工作 还找到了心目中的真命天子 就在此时 凯文突然登门拜访 她拿出了那本杂志 知问安琪拉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索尼亚和总编的死法 与她的涂鸦一模一样 为什么酒保看着她画完之后 总编就突然坠楼死了 安琪拉慌乱地解释 这只是一副涂鸦罢了 索尼亚剽窃了她的作品 总编嘲讽她的善良 他们俩都死有余辜 安琪拉是个loser 直到遇见了凯文 她以为自己终于迎来了出头之日 为什么凯文非要来破坏她的好心情 心虚之下 安琪拉端着酒瓶躲进了房间里 她越是心虚 凯文就越是想知道真相 她不停敲门 那警告安琪拉 如果不愿跟自己谈谈 她会去报警的 听说凯文要报警 安琪拉抓狂了 难道连你要毁了我的一切 她猛灌了两口香槟 随后拿起床边的杂志 开始对着凯文的照片涂鸦 安琪拉画了一个碎酒瓶子 直插凯文的脖梗 门外的敲门声越来越弱 安琪拉狡辫的酒瓶子不见了 成了杀死凯文的凶器 烟红的鲜血缓缓盛进了门缝 她忐忑地打开门 正如涂鸦中的那样 凯文的脖梗上插着半个酒瓶子 她就这样残忍地 杀死了最关心自己的朋友 安琪拉惊恐极了 她感觉自己渐渐呼吸困难 刚才花得太用力了 以至于油墨也渗到了自己的照片上 此时她才发现 另外半个酒瓶子 深深地插进了自己的脖梗 她杀死了凯文 同时也杀了自己 鬼作秀系列的演员 都是一些不太知名的小人物 其中安琪拉的扮演者 是1992年出生的安亚萨维奇 最知名的角色 便是全能侦探社第二季出场的特罗斯特 新所美剧鬼作秀最终极来袭 老德亚的丧尸模式被玩出了新挂养 下面开始我们的第一个故事 3D 乔治 罗梅罗 莎拉是一家书店的老板娘 因为坚持不择网络模式 所以店里的生意一直冷冷清清 偏偏这时候 房东还想趁火打劫 将房租翻了一倍 如果交不起租金 那么等待莎拉的 就只有关店倒闭的命运 莎拉有两个帮手 分别是未成年的儿子马丁 和年轻的女店员黎明 这天 黎明和马丁在楼梯间 发现了一个旧箱子 打开一看 箱子里装着好几本绝版漫画 落款这是大名鼎鼎的乔治 罗梅罗 也是火死人之夜的导演 因为乔治 罗梅罗 早在2017年就过世了 这些变成了他未完成的一作 老之前了 漫画里还附赞了一副3D眼镜 马丁兴奋地戴上眼镜 瞬间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 充满全身 封面上的丧尸 居然蠕动了起来 马丁以为出现了幻觉 也没有多想 哪知道前脚刚离开 封面上的丧尸就不见了 黎明独自一个人收拾好漫画 身后的仓库里 传来隐隐约约的声音声 马丁兴奋地拿出一本杂志 给母亲看 还拿出了3D眼镜 想让母亲感受一下 身临其境的感觉 恰好此时 店里来了一位新客人 马丁便放下漫画 带顾客来到了猎奇毒物区 也就扭头的功夫 身后突然传来了 客人的惨叫声 马丁不明所以 他回头查看 客人居然悬浮在半空 火梗被咬穿了一个大洞 这场景竟跟漫画的 风便一模一样 马丁忐忑地戴上了3D眼镜 原来真的有一只 看不见的丧尸 在啃咬顾客 马丁找来母亲求助 可丧尸却丢下尸体不见了 原来那头丧尸正跌跌撞撞 朝着母子俩走来 马丁慌忙拉上母亲躲进了仓库 丧尸正在外面碰碰地敲门 可母亲却什么都看不见 什么都听不见 他自然不信马丁那套 怪力乱神的说辞 还有什么3D丧尸 你要说看到一个33D的美女 我还能信一两句 就在此时 马丁接到了黎明的电话 她正在办公室里处理工作 马丁不知该如何解释 只能提醒黎明 赶紧锁好门窗 时尸已经为时已晚 丧尸突然打破了窗户 电话里传来了黎明的惨叫声 马丁打不开门 情急之下 只能再次打开漫画 寻找破解之术 漫画的第一页 就是作者乔治·罗梅罗的自画像 既然3D眼睛能够复活丧尸 是不是也能复活一下作者呢 想到这里 马丁再次戴上眼镜 乔治·罗梅罗 居然真的从漫画里爬了出来 还很友好的跟马丁打招呼呢 他环顾四周 感慨地说道 这里以前是我的办公室 一旁的沙拉什么都看不到 仍然当儿子在发神经 于是马丁给他戴上了3D眼镜 这下母亲也不得不信了 与此同时 丧尸心打烂了办公室的窗户 黎明危在旦夕 马丁想着 既然乔治是丧尸之父 那么一定有办法 解决那只隐形的小丧尸 乔治却让他放宽心 根据他的经验 小黎明死定了 在马丁的哭哭哀求下 乔治打开了一旁的电闸 开始隔空白弄起了里面的电线 在他的操作下 办公室里的电风扇 开始缓缓转动 只见丧尸踩着乱七八糟的箱子 向着黎明奔来 走着走着 就被旋转的电扇 削去了半边脑子 通缉头部就能杀死丧尸 这是乔治·罗梅罗 在漫画中的设定 未及解除 马丁将隐形的丧尸 拖了出去 就在此时 他发现先前被咬死的顾客尸体 居然不见了 地上有一排血脚印 原来那位顾客已经失变了 正在店里到处觅食呢 并且这是一只 不戴眼镜也能看到的 真正的丧尸 这还是一只爱学习的高智商丧尸 只见他自顾自地拆开一本漫画 掏出里面的3D眼镜带上 紧接着 书里的丧尸都悉数活了过来 乔治终于想起来了 他当初为这六本漫画 各定制了一副3D眼镜 因为前被谈拢 眼镜制造商 便找来了自己 精通物骨之术的叔叔 诅咒了这些眼镜 本来这些封存的漫画 一直没有出版 哪知多年之后 会被马丁这个倒霉鬼翻了出来 乔治对即将攻入的 丧尸大军束手无策 就在此时 大门被撞开了 母亲成了第一个牺牲品 马丁用力抓住母亲的手 却只能眼睁睁 看着他被拖走 门外传来母亲的惨叫声 看来是没救了 一面跟唯一一只真实的丧尸 缠斗在了一起 眼看着丧尸即将咬住他的脖梗 危机时刻 乔治扛紧变火器 对着丧尸的脑袋一托涌砸 乔治很抱歉 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 可既然他是作者 那么一定能够通过改写结局 来挽救大家 然而乔治刚码出几个字 大抬老旧的电脑就抛锚了 与此同时 丧尸大军又盯上了黎明 乔治突然想起来 自己也是书页的一部分 于是集中生智 撕下了自己的手臂 在手臂上写下 只要摧毁眼镜 才能摧毁丧尸 这一新的设定 于是马丁当即撕毁了眼镜 危机解除了 他和黎明都得救了 他们通过破碎的眼镜 向乔治做着最后的告别 浩劫过后 房东按时来讨要双倍的房租 他指责马丁 把店里搞得一趟 不想母亲突然从角落里冲了出来 感谢妈妈 即便死了 都记得为儿子解决后顾之忧 第一个故事到此结束 鬼作秀最早的电影版 上映于1982年 初始导演 便是大名鼎鼎的乔治·A.罗梅罗 1968年 乔治·罗梅罗自编自导了第一部电影 《火死人之夜》 从此开始了他的导演生涯 后来他还相继执导了恐怖片 《杀出狂人阵》 《丧尸出龙》 《火死人之地》等经典恐怖电影 而《鬼作秀》系列 是他与著名恐怖作家史蒂芬金 联合编剧的作品 2017年 乔治·罗梅罗在睡梦中去世 从此恐怖电影界失去了一位大神 为了纪念他 一直以电影版《诗人》的《鬼作秀》系列 便推出了剧集版 由大神史蒂芬金回归联合编剧 值得一提的是 故事中黎明的扮演者 是2001年出生的小花蛋 梅根查彭提尔 她同时也是生化危机五重的红黄后 下面开始我们的第二个故事 乳牙 西尔比刚刚拔掉了自己的乳牙 麻药的镜头还没过 她只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她明明已经不小了 可母亲还是如婴儿一般呵护着她 母亲摆弄着脖子里的铁项链 一直念叨着 害怕西尔比有一天会被带走 临走前 母亲向医生要走了西尔比拔下的乳牙 这是她最后换下的四颗牙齿 母亲越是呵护 西尔比就越是叛逆 她悄悄给自己打了个奇丁 还时常去闺蜜家里喝酒 母亲担心极了 她不允许西尔比继续跟闺蜜来往 还命令西尔比 以后不准离开自己的房子 西尔比赌气地说道 等她长大了 一定会想尽办法离开这里 教训完西尔比 母亲听见婴儿房里 传来奇怪的咔哒咔哒声 这是西尔比小时候住过的房间 怪异的母亲在门上挂着铁饰瓶 婴儿床里放了一把铁剪刀 甚至连西尔比小时候穿过的衣服上 也都别了一圈铁钉子 母亲拿出了一个小盒子 盒子上雕刻着一只精美的小牙纤 她将西尔比的乳牙倒了进去 她终于挤起了一套完整的乳牙 最后再把西尔比的头发放进去 这是他们的家族传统 母亲深信 只有这样 西尔比才会永远留在自己的身边 做完这一切 母亲打开了自己的家族相册 他们家族的每一个人都挂着一个铁项链 最后一张照片便是西尔比的外婆 抱着小时候的母亲 母亲尼南道 我已经把西尔比的牙齿 一起放进了妈妈的盒子里 可她丝毫没注意到 其中一件小裙子上的铁钉不见了 母亲离开后 门上的铁饰瓶突然倒挂了下来 紧接着 衣柜里亮起诡异的光晕 那个装着牙齿的小盒子 正在蠢蠢欲动 深夜 西尔比的闺蜜突然拜访 她是西尔比最好的玩伴 母亲离开时 听见婴儿房里再次传来了诡异的咔链声 她拿起铁剪子 对着衣柜里就是一通剪 还说什么 那东西还怕铁气 结果没有异常 母亲离开了房间 和她走后 装着牙齿的小盒子 继续闪着诡异的光晕 原来咔链声是从盒子里传出来的 今晚闺蜜陪西尔比一起睡 两个大姑娘却毫无睡意 西尔比说道 她的母亲身性牙仙的传说 还保留下了她每一颗乳牙 在童话故事里 牙仙子是善良的 她会偷走你换下的乳牙 然后留下一些零钱做浇管 可母亲口中的牙仙子 却是一个恐怖的怪物 谈话节 衣柜里的盒子突然打开了 西尔比的乳牙漏了一地 那件没有缝铁定的小裙子 掉在了乳牙上 紧接着 这些乳牙竟长成了一个恐怖的小怪物 西尔比和闺蜜在房间里 又是喝酒又是磕药 许时刻迷糊了 闺蜜突然提议 想去找找看西尔比的乳牙 找着找着 她就来到了婴儿房 这里已经被小牙仙破坏的一地狼藉 闺蜜发现了那个小盒子 打开一看 盒子里却是空的 就在此时 她听见衣柜里 传来了咔哒咔哒的咀嚼声 闺蜜吓坏了 她拖着扭伤的脚想要离开 可调皮的小牙仙 并不打算放过她呢 不知过了多久 西尔比终于缓过神来 母亲望着婴儿房里的满地狼藉 认定是闺蜜搞得破坏 直到看见了空空如也的盒子 她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她提醒西尔比 赶紧戴上自己的铁项链 他们已经惹怒了牙仙子 而牙仙子是特别记仇的生物 可西尔比觉得母亲也妄想着 她压根不信牙仙子的存在 母亲却恐惧地告诉西尔比 她小时候就差点被牙仙子带走了 是西尔比的外婆牺牲自己救了她 牙仙会吃掉小孩子 然后留下一个幻生灵做交换 就在此时 扯着的牙仙躲在了一堆玩具里 嘴里呼唤着西尔比的名字 它是西尔比的乳牙幻化来的怪物 角落里正躺着闺蜜血热模糊的尸体 她嘴里的牙齿已经被吃光了 突然 牙仙子扑倒了西尔比 她用力扯下了西尔比的一整排下牙 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母亲害怕极了 恐惧之余 她突然想起那个盒子 就是牙仙子的本体 于是她用力砸坏了盒子 牙仙子也随即化作一道烟雾散曲 而她穿过的那件小裙子 还在缓缓蠕动 里面幻化出了一个小婴儿 正如传说中的那样 牙仙子会吃掉你的孩子 然后留下一个幻生灵做交换 即便这个幻生灵不是真正的西尔比 母亲仍心满意足地将她抱在了怀里 她压根不在乎这个孩子是真是假 她想要的 只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这让孩子见得永远陪在自己的身边了 到此 鬼作秀第四集结束 第二个故事很隐晦 母亲翻看家族相册的时候 可以看到他们家族里根本就没有男人 几乎每张照片里都是一对母女 我个人认为 牙仙子是母亲的家族诅咒 她每隔十几年就会出现一次 吃掉他们母女俩中的一个 然后留下一个幻生灵做交换 无论他们怎么阻止 都无法改变这个轮回 母亲明明知道毁掉河子 间的打破诅咒 可她非要等女儿被吃掉了才这么做 也隐喻了母亲近乎病态的控制与和占有欲 她不在乎谢尔比的死活 她只想要个永远长不大 永远不会离开自己的孩子 我是葛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打破诅咒